第一届花宗后浪文学营从3月14日一连三天在新纪院大学学院举行 志在发掘魂谈新人 同时把努力的范围伸展到年轻的读者群 并打造新一代的文学携手 原本只开放100个名额的后浪文学营 由于反映极佳 报名参与者竟集中到285人 文学营的讲师阵容来自台湾的小说家朱又勋 以及本地一众知名作家以及诗人 包括李子舒 梁静芬 许玉泉 吕玉桃 方禄 拱万辉 周若鹏和曾玲珑等 三天来全天驻守在文学营内 分别主讲小说 新诗及散文的创作手画和技巧 勉励青年用于TP创作 文学营的最有一天 也是第13届花宗文学奖新秀奖颁奖里的举行 也因为新诗和散文组 各别颁发了两份评宗奖的关系 让本届出现了八位得奖者 我们也非常感谢每一位新秀参赦者 对花宗文学奖的参与予支持 颁奖典礼上除了演艺诗歌 还有星际远学生带来的戏剧小品 阐述当年本地华人落地身分的历史 生动有趣让观众提小皆非 好赢啊 好赢啊 不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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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书本上 在我历史上 不见了啦 不赢啊 不赢啊 等着你一下 不赢啊 啊 来 好赢啊